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个月 上一个月不是我 上一个月是沈云冲 我的好朋友这样子 好 回到这个月瑞士银行的投资建议 你的标题叫做装进自强 然后呢 我想我们小时候我们这个年代常会讲 装进自强的下军就是处变不惊 所以简单是说 等一下你的投资建议是处变不惊 我想简单就是说 为什么用这个投资当做一个标题呢 其实我们原来的英文的说法是 Dealing with a disaster 就是说我们就 与灾难共存 共舞 我觉得其实就是说 我们在投资的过程当中 其实任何一个地方都经历过非常非常多的巨变 所以简单来讲的话 其实就说任何的冲击或是修正 或是市场的这个变化 其实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那我们这边有做一个统计 从1900年以来 就西元1900年以来 全球经过了两次的世界大战 两次的全球的金融危机 那是包括1930年代美国的大修正 跟2008年的金融海啸 我们经历了12次的恶性的通膨 好我们也经历了 12次恶性通膨 全球 是全球性的 全球性的 我们经历过了12次的空投市场 12次空投 对我们经历过20次的全球的经济衰退 然后呢包括200次的全球逐渐 债的违约 跟超过2000次的核子四报 全球全世界 各个国家家庭 从1900年以来有2000次 2000次全球每个地方 包括中国 可是核子四报是1940 1950年代之后才可能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短短的70年的时间 已经有2000次核子四报 没错 各国实在雄兵 然后经过也经历过7次全球 是流行性的疾病 好 那到现在为止 那跟他报告一个数字 如果说你今天在1900年 投资一块钱美金 在美国的股市的话 你到现在来看 大概是差不多3200多块 3200倍啊 对 所以意思就是说 其实某个重来看 就是我们讲那么多 我们目前可以想象到的因素 除了彗星撞地球以外 所以真的是拉回就是买点 从1900年以来真的是 我们必须说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 就是说其实大家 其实会非常担心说市场的波动变化 其实我想对任何一个投资人 我们也经历做过研究 所有人投资人对于说 你要你要有两倍以上的报酬 才能抵消你 比如说这样一倍的损失 心态上来看 对 这个这个是这个 因为心理学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 是 所以我们非常重视损失 对 所以简单就是说 其实我们听了那么多事情 我刚刚就特别考虑一下 除了彗星撞地球 在过去从1900年来 没有发生过以外 我想目前我们可以想象到的一些 可能战争 核弹危机 我想都在过去的 在一千多 一百多年的地上都发生过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那我们又看实际的数字来看 我们刚刚提到说 从1900年以来 如果在美国投资一块钱 在美国股市的话 你的报酬率是 三千两百倍 但是呢 如果你投资在美国 十年金工贷值率 十年金工贷值 债券的话那债券有七十几倍 差这么多 若是债券 就是很保守的投资的话 你投资黄金的话 才大概五六十倍 所以简单是说 我们要不断强调是说 其实如果以中长期 你的资金相对来看 是不需要短期的需求的话 其实某种来看 股市是相对比较好的投资 等一下 当这个庆瑞呢 花那么长的时间 用这么长期来告诉大家说呢 长期投资 其实在股市里头 它绝对是王道的时候呢 就是告诉你 短期波动要注意了 是 OK 我觉得其实 短期上来看 我想其实我们也注意到 因为 因为其实今年以来 你从来没有提醒大家 什么灾难啊 什么什么这个这个波动啊 你很少 你都是看好看好看好的 就瑞银都是看好的 以目前来看 其实说实在 以所有的资产标定目来看 我们还是看到 全球的股票市场的配置跟布局 那我想原因很简单 其实我们看到说 其实我们也常跟我们的客户啊 或是跟国外的 国外同事来聊 或是说跟同业在这个 在交谈过当中 其实很多人 其实我很保守 我意思是他想投资战券 其实但是我们必须说 在这个节骨里当中 所谓保守 并不代表安全 不见得是 不见得是 对不见得是好的 所以 你可能会有相对损失 是像我想很多投资人 可能现在来看 觉得过去一段时间当中 可能债券相对而言是 特别是我想经过 2008年的金融海峡之后 大家会觉得说 股票波动性实在很高 所以其实相对而言的话 我需要 特别在现代股市上 涨的这个节骨眼当中 那到底股市还能不能投资 我觉得其实心态上 的确会比较怕怕的 那其实我想这个事情 这个现场来看 在过去的两三年 我们其实一直被问到 这样的情形 对 你们真的是不断被问到说 有没有涨多了 要拉回了 有没有涨多了 我觉得现在确实在 投资圈里头 似乎最常被问的问题 是什么时候拉回 是 代表投资人其实心态上面 是非常有风险意识的 对 那某个从来看的话 我觉得其实有 我想经验上 有风险意识的 如果大家还是有风险意识 我觉得反而是个好事 就市场不会拉回 我们常常 等到大家没有风险意识的时候 就会拉回 那有句顺口就是这么讲 我们不怕大家怕 我们就怕大家都不怕 大家越怕我们越不怕 好 所以简单是说 在投资上来看的话 我想一般的投资人心态 实际上会反映在 我想跟股价上来看 有类似一个 所谓求求版的现象在 好那到这个局面当中 其实对我们而言 其实基本上 第一是说我们觉得 我们先看 想要我们立场 我们对于全球股市上来看 还是正面 那你说会不会有修正机会 我们觉得当然会有 好 举例来看 从2009年到现在 全球股市还没出 就特别是全球市场 股市来看 没有出过超过20%的 拉回的修正 这个东西 其实在过去经验上来讲 也不是那么平常 2009到现在 已经8年了 对不对 是 8年全球没有拉回 20% 就世界指数 对 尤其是美股 对不对 没有超过两成的拉回 意思就是说 在经过这么长的时间当中 市场上没有出现一个 所有 就以国外的定义来看 20%的修正是一个 熊市市场 所以还没出现这个现象 那而且幅度上来看 的确在过去那段时间当中 涨得非常非常多 比如说我印象当中 S&P500 在那个时间点当中 在经过海啸的时候 低点区大概600多 700点左右 现在已经是2300 是不是 2300 400点 所以光指数上来而言 它就涨得快 2500 现在是2500 以前就涨得快4倍多 所以简单来看 那么在10年之内 涨4倍的涨幅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 当然以年平均来看 的确我们也承认 以过去经验来看 每年要10% 平均来看 要11%涨幅 其实并不是那么正常 好 所以今天我们先 到这一个阶段 一个结论 就是说 你们还是肯定 全世界目前还处于一个 繁荣的时候 是 那这个繁荣的时候 你们觉得深度拉回的机会 还不是特别的大 对 但是要有风险 意识 的确是 好 所以我们要 而且你们还是认为 股优于在 对 现在是 没错 对不对 到这个阶段的结论是这样 那但是虽然是股优于在 可是又必须承认 它实在是涨多了 在股市的历史上面来讲 要维持这么长期的多头市场 实在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什么叫做 与变数共五 是 对 好 我们讲变数 所以第一是说我们对景气循环的角度来看 我觉得现在是我们英文叫me cycle 可能景气循环的中期阶段 那我想到至于说到最后的时候 所以末期我就还不至于到 那我觉得现在来看就我们的观察 可能比较大的变数是我想的确是来自于说 所谓的的央行的政策 所以我们 各国 对对对 我们在上个月当节目当中说上风气休假 我们提的四个标题是一二三四 如果听众没有听到 一是一中二是两岸 三十三低四四四观察 一二三四 那一中不是中国大陆 一中是中央银行 OK 所以简单来看的话 其实央行的政策我想对我们而言 不是台湾的中央银行 对 是各国的中央银行 包括美国联整或欧洲央行 日本央行 日本 好 那我想目前看起来我们稍微减速一下 大致上除了美国开始为 就真的要可能要这个缩表之外 其他还是在银钞票 对 我想资金动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而且大家有算过 我知道投资界有算过 就是说美国现在虽然已经开始缩表 也就是所以就是把资金从外面拿回来 可是如果按照欧洲现在印钞票的速度 跟日本印钞票的速度 明年印的钞票还是量很大 当然当然 OK 第二我们刚刚提到说 我们稍微减速一下 就是两岸是指 不是海峡两岸 是指太平洋两岸 那就是指我们要更大一点 就是美中 就美中 简单讲没有错 这两个国家的GDP在目前在全世界来看的话 在去年数字大概占了40个百分点 所以简单来看 他们我们看起来中国的数字跟美国是都很好 所以我们也不觉得其实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那3D是我想其实三个英文字 第一是diversification 就分散 第二dynamic 就是稍微灵活 第三要defensive 所以相对来看 你稍微跟过去的心态而言 不需要那么的积极 你可能相对而言 你对投资报酬的预期 要稍微降低一点点 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个比较长期统计 大概从1950年以来 大概全球的 大概这个过去40年 全球的GDP成长 大概年纪平均大概是差不多接近4个percent 那我们预估相对来看 未来可能就是整个GDP成长 大概会减少 大概比4个percent会减少 大概一个百分点左右 这第一 第二其实以劳动人口来讲的话 在过去50年当中 全球的劳动人口 大概增加了大概214个percent 那未来50年 我们觉得劳动人口 其实只会增加大概 可能大概38%左右 这是全世界性的 所以老年化这件事情 不是只有台湾而已 真的是全世界 但只是台湾的速度特别快而已 那隐含就是说 孟国时空来看 就是可能就是你的生产力 的提升的速度来看 可能不是那么高 所以简单而言 就是说我们会觉得说 相对来看的话 其实我觉得其实股市在 特别在过去10年 涨了非常非常多 那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 第一是说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高档区域 波动性的确会增加 我想心态 大家心态上 要有这个预期心理 那第二是说 可能还是老生 虽然是老生长的 还是不断强调分散的一个重要性 分散不但是包括 所谓的这个资产类别的分散 那其实对我们来看的话 投资区域的分散 也更为重要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以这个国内投资 台湾投资 其实非常清楚 其实我们都是 真投资还蛮国际化 可是我们瑞士银行 在全球各个不同的地方 包括美国 欧洲 或者说其实 亚太地区 我们常遇到说 当地投资人 有这个 我们英文叫home buyers 就是说对自己国家的 这些投资项目 或产品有偏好 所以他很大一部分 是投资在 所谓自己国家 相关的标的舞当中 那一旦市场变得 比较波动性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那个冲击会比较大 我举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 应该从去年 下半年以来 你会发现 从2016年下半年以后 到今年 其实全球的 那新市场货币 发现不错 很好 其实对 比如说美元的升值 好的话 都会超过10%以上 那但是2016年 6月之前 其实新市场货币 对美金是跌得 非常非常惨 所以他那波动幅度 真的很剧烈 所以意思就是说 如果今天你是一个投资人 你太把过多资产 放在你自己本身的 相对的 这个家里相关的 一个标的舞的话 光是那货币的波动幅度 可能就会让你 整体的投资组合 相较于美金来看 可能有超过10%的 一个变化 所以其实还是跟大家 强调说 特别在这个结局当中 我们觉得 不论是说 全球资产的 这个分散配置 或者是说 不要有太多的一个 这个 我们英文叫 红白 就偏好自己 加强投资的选项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刚刚讲的是原则性 原则性的东西呢 很容易听得懂 但不容易操作 我们等一下讲 很清楚的操作面 分散要怎么分散呢 那么什么叫做 不要过度把所有的鸡蛋 放在自己家的股市里头呢 这个分散的 我觉得不要讲原则了 要很技术性的告诉大家 然后这怎么样的投资方法呢 可以让万一波动幅度极大的时候 然后我们可以老神在在的来投资 我觉得这是此时此刻 能够处变不惊的最重要的重点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九八新闻台 财经起传 好 请不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瑞士银行投资资讯部执行副总裁 曾庆瑞 庆瑞你刚刚提了 从1900年以来 是 股市 虽然中间 哎呀 20世纪 历史就不用我来跟你们复述了嘛 不管是世界大战啦 金融海啸啦 然后甚至于 就盒子四报啦 然后各地的小型的那种金融系统性的风险啦 然后你像很多国家 甚至于维约 主权维约了很多次啊 阿根廷很多次都 债券就付不出来 俄罗斯也曾经有过啊 然后东亚金融风暴 就是这一连串的灾难的情况之下 一块钱的投资股市 可以有3200倍的报酬 对 可是债券大概只有七八十倍 是 黄金只有五六十倍 对 所以古优于在这一个很长期的看法没有改变 是 现在人就是古优于在 对 可是因为长多了 所以呢波动幅度难免 如果万一是20%的波动 不代表说它是看坏了 是 如果是19% 只要不要超过20% 其实它都还算是牛市嘛 一个长多的修正 对 那20%对我们来讲很多人会很痛很痛很痛 的确是 我要怎么样子可以真正叫做分散之后呢 然后我可以一旦出现这种重大波动的时候 我还可以出遍不惊 我觉得其实简单来看 当然就是说我们刚刚提到说除了分散之外 那当然我觉得其实选的区域跟标的就相对的重要 好 举一来看 我们现在来而言对于开发国家市场 好 我们相对来看是比较看好欧洲市场 好 美国是中立 但是美国市场上中我们也必须强调 美国它的不同产业其实有不同的特性 跟不同的位阶 比如说我们对于美国的科技类股 我们还是看好 我想大家无庸置疑 目前全世界大概主要的一些创新的东西 还是以美国 特别是美国戏股 是我们主要的一个观察重点 因为经济成长 货币理论 各式各样的理论 我觉得最终你是要有杀手级的产品才能成长 是 那杀手级产品会出现在哪里 现在看起来还是 还是美国的戏股最多 对啊 我想你光看苹果的市值已经超过8000亿美金 就是非常非常清楚 它可能比很多国家的GDP还在高 高非常非常多 所以简单是说 我觉得其实比如说美国市场来看 或许它其他的一些产业而言 我们觉得它因为相对的本益比不是那么便宜 我觉得会有些压力在 但是对于说美国的科技类股 我觉得其实相对 即便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它不论相较于过去的历史本益比 或是它目前手头上的现金 我们觉得都是有非常好的机会 这第一个 第二其实我们刚提到说两岸其中 美国是科技优于纯产 金融能源 虽然随时科技有可能拉回 拉回反而是买点 对不对 但是就国家别来讲欧优于美 对 OK 那比如说太平洋另外一样的中国大陆 我觉得中国大陆其实我们自己昨天 刚刚有我们同事 从香港西南部过来 他们也分享到一些大陆看到的一些现象 那他就特别提到说 比如大陆我们讲说 我想套一句马云之前讲到 说未来他觉得中国大陆有两个H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产业 第一个是happy 就是说当人有钱了之后 美好年代 对当人有钱之后相对而言 那可能需要追求更多的一些精神上面的一个一个 真的 一个一个富足 第二是health care 健康医疗 健康护理 那我们同事就提了一个例子 他说其实他到大陆 他说其实你知道大陆目前官方承认的精神病患 你知道的多少 官方承认 这就承认的不承认不算 因为大陆实在太大 大陆13亿人口 百分之二就是2600万 是 官方目前只承认有1000万人 但是呢 目前全中国大陆所有精神病相关的病床 只有100个 100万个 只有100万个病床 是 可是官方承认就1000万个 那还是承认的 那黑数很大 是 所以简单来说 我们只是举一个冰山一角的例子 就是说其实他们觉得说在大陆很多这些 医疗相关的产业 他其实非常多的机会 而且他提到说 他观察到一些这样的公司 他除了说提供精神病患相关的照顾之外 其实现在大陆有钱人压力很大 所以相对一些精神方面的咨询 或是输压的方法 其实他觉得在整体上来看 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商业的机会 所以我的意思说 所以他不是只是投资医疗病床 不是这个意思 是 是所有跟医疗最前端的预防 然后输压 心理化解 是 药物 医材 对没错 所有全部通通都是 对那另外这几年当中 中国大陆在本身上的 比如说他我想美国FDA 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 中国也成立一个CFDA 就中国自己本身的 那听我们同事的分享是说 他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来看 其实有希望 努力 跟国际接轨 所以换句话说 他未来可能 我想当然不是近期 未来几年当中 他可能相对来讲的话 对于说整个的品质的要求 我觉得会有非常大幅的提升 那相较于目前 我想大家都 如果去过大陆的人都非常清楚 目前大陆的医疗的服务来讲 水准而言的确还是蛮 相对于开发国家是比较落后一些 所以当人越来越有钱之后 可能这些要求会越来越高 所以我只是举一两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美国其科技类股 我们觉得非常有机会 那中国在这一块当中 其实我觉得其他的 潜力非常非常大 中国两个H潜力很大 可是中国这两个H 我们有比较容易的投资管道吗 好简单来看 当然如果说投资管道 我想我们一般投资人 可能觉得说比较熟悉的 或比较你觉得风险比较低的 就是基金 因为有些基金 它的确会 这相对于类似的标注当中 会在它一个选股之中 可能在前世大的选股 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借机参与 那另外来看 我想国内很多投资的 这个管道 比如说你可以借由 这个付买回的方法 或者说你可以到开户去买 比如说H股 相对一定的股票 我觉得是另外一个方式 可是那真的对我们投资人有点难 因为我们要认识那一家公司 那他们的财报又可能有很多的疑虑 所以我们买一家公司会不会 所以简单来看 我同意 同意风险说的 你买一家公司 真的第一风险就高了 第二你还要美确定 那我觉得可能比较好的方法 你可以去看看 目前国内已经发行的 投资中国的基金 哪一些相对来看 它的有些医药类股的一些配置 或是生肌类股 健康护理类股的配置 而且如果这个基金 基金表现还不错 而且它这方面的比重是比较高的话 可能就符合未来这样的趋势 所以有一种比较简单的方式 就是把投资中国的相关基金找出来 那它可能不会特别注明 它是投资医疗生计 那可能就要花一点时间去找 医疗生计相关的比重比较高的 我觉得其实这是另外一个 比较简单的方法 那第二是我们看到说 其实相对而言 我想刚刚福音特别提到 就是说市场有没有机会修正 我们觉得当然有机会修正 而且说的一个一直涨的市场 是不正常的 对啊也不健康 对那反而是会让人觉得说 真正想要中长期投资的人 对不起 进不去 对进不去 所以换句话说 其实对我们来看 就是你 那我们要 我们要在市场里面 那怎么办 万一市场修正的话 修正服务 假设真的有10% 15% 的确很多 那我们还是 还是不断建议大家 其实分散是重要的 所以重要是说 你可能不需要买这个 我们讲就投资等级 非常高的债券 但是就是说 比如说高等级 比如说公债 或者说AAA以上的债券 但是如果一般投资等级 比如说大概就是 Triple B 三个B 或是Single A 这些的东西 我觉得你在市场当中 要做些试路的配置 原因很简单 万一市场真的修正的时候 这些标题 我会给你提供一些保护 为什么 我就解决几个原因 第一比如说来看 目前全世界 大概还有7兆美金的债券 它是负利率 对 这第一 美国30年 目前的公债子利率 大概只有0.88 那德国大概是负的0.23左右 所以简单就说 很多钱相对而言的话 它还是 特别是如果 我们是一般的散户 但是大家要去想 很多法人 他可能所追求 就是说 他需要一个合理的报酬 可能相对而言 他只要比大盘来得好就好 所以有部分资金 他的确会在市场 在波动过当中 他想要去寻求一个相对 你有什么违约的风险 但是相对而言 提供比较好的 报酬率的标的物 所以你觉得 这一些负利率的债券的投资 他终究是会慢慢的 去寻找负利率债券之外的投资 所以可能投资等级稍微低一点 但是利率稍微高一点的 值率稍微高一点的债券 会是他们的标的 因为他们很保守 可能还是优先考虑债券 所以如果我们手上有一些 这一部分的话 那么一旦波动幅度比较大的时候 也不错 对不对 那我觉得其实相对而言 我们刚刚提到说 因为你第一是说 如果当股市修正的时候 你可能债券会受到一些保护 而且有些债券可能还提供一些 正报酬 那我们也非常清楚 目前看起来 我想没有什么原因 让我们觉得它是一个 所谓大的空投市场来临 所以当然如果假如说股市真的修正 大概10% 15% 这个时候可能心态上来看 我们就慢慢偏多偏积极 卖在最高点买 在最低点是神的 是神的工作 是神的事情 对 我们只要能够相对高的时候卖 相对低的时候买 是 我们就已经是神人了 是 我们其实就是相对 当话又说完 在股市在delay过当中 我觉得大家心态就会偏保守 就会觉得说 这地方我是不是要再去做经常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刚刚这一段其实 技术细节已经蛮多的 含量蛮多的 那可是我们需要一些整理 整理成最简单可操作的指示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浩晴们现场 我是陈凤鑫 在我们现场的是 瑞士银行投资资讯部 执行副总财政庆睿 好 庆睿你刚刚提到了 那个分散 当然还是必须要慎选方向 是 我们不叫标的 因为不是个股嘛 那甚至于不是讲个别的基金 而是说 比如说 欧洲是优于美国的 那所以欧洲也许配置稍微多一点点 那美国也是要配置 而且可能重点放在科技 那中国大陆呢 有两个H很好 一个叫Happy 就是让人民觉得快乐啦 然后有娱乐性效果的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健康相关的 可是中国大陆相关的基金 不见得有只投资这两个H的 是 我想其实就是说 大陆我们刚刚只是举一个 就是健康护理的例子 其实大陆对 我们讲大家也非常清楚 过去一段时间当中 大陆所谓BAT 百度阿里巴巴跟腾讯 它股价表现非常非常好 对 因为他们都不是在中国大陆上市 他们都是在香港或美国上市 是 那就我们了解 不论是说这家 美国应该说大陆的科技产业 我们也看得非常非常正面 那特别不论他们是AI也好 大数据也好 我想特别是他们未来可能 藉由这种方法 能够有更多的商业的模式出现 我们其实比如说 对大陆的科技产业 我们其实非常也是正面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其实相对来看的话 就是说以美国跟中国 美国因为它的位阶比较高 所以可能产业的胜选是重要 那中国相对来看 其实它的位阶是低的 如果你看大陆的指数来看的话 其实低 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看 它的机会是比较多 那当然其实我们也非常清楚 明年的这个6月当中 MSCI把中A股 都落入它的一个这个里面 所以我觉得其实 它会有比较多的机会 那另外就是说其实 所以你会在中国的相关的基金配置 稍微多一点吗 好我觉得其实看个人风险属性 如果今天你是比较年轻 或是说你本身风险属性比较高 你可以承受短期的波动 因为也非常清楚 大陆是所谓一个人质的市场 特色居多 对 所以其实如果这样的话 你可能稍微偏多一点点 好那如果今天本身来看 你还觉得中国的 好像不确定因素是多的话 但是大方向上来看 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或许用一个定期定额的方法 或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策略 定期定额的方式 对 所以简单是说 我觉得股市上而言 简单就是说我们对股市 即便现在经济循环 是我们觉得要遭受中期 但是大方向而言 我们并没有看到说 好像那个 好像毁灭性的一些 太大的问题在 估值高不高 其实不便宜 说实在 但是就凤几刚刚提到 以目前来看欧洲印钞票 目前欧洲元群 那是每个月是600亿欧元 今天当然欧洲央行 都会很重要 就是到底他未来 就明年开始 每个月到底要印多少钞票 现在是600亿一个月 欧元 我们预估可能会减到400亿左右 你们是估400亿 对还是会印 那第二日本央行 每年大概80兆日元的钞票 印出来 那美国的话 那目前现状一开始 是每个月减到100亿美金 对 好那所以相对而言的话 我觉得其实是不成比例 都不要讲日本了 光欧洲印的钞票 就远远超过美国收回去的 是所以简单来看 钱还是不断在市场里面去 所以简单而言 我们觉得风险性资产 我想我们不光是 我们一般散户角度来看 你要去想 国际上有那么多的投资机构 包括保险 对 包括一些退休金 它总是钱要有地方去 对啊 然后还有像挪威啊 萨布地阿拉伯啊 新加坡这些主权基金 所以简单就是说 它所谓的都 对这些法案来看 他们总是所谓 相对的投资价值 好 那你的 刚刚提到的 欧洲 美国科技 中国 那债券你会比重反多少 你刚刚提到的债券 我们大概 投资等级没有那么高的债券 我们债券大概 我们一般整体债券的配置 大概会差不多25%到30% 现在来看 但是我们尽量去避开 那个投资等级 非常非常高的部分 美国的高收益 我们觉得还是OK 但是就是我们目前的立场是中立 原因是说 它现在美国高收益的部分 大概一年能够提供 差不多5%到6%的殖利率 就殖利率不够 我觉得是合理的殖利率 它没有特别的好像便宜 所以那外加上之前 我想前两年 美国业演员的一些修正 那些比较体质不好的 发展在我公司 我觉得可能像都退出市场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 如果你觉得你的风险 属性适合的话 可以做一些事物的配置 两层五到三层 那另外就是 其实对我们来看 我们常常跟他客人讲 台湾投资可能不是那么熟悉 英文叫 alternative investment 叫翻成 另类投资 这些包括比如说一些 所谓避险基金 或是说这个 私募股权的标对务 那它的特色是说 它用时间来获取 它的空间的报酬 所以这东西的流动性 并不是那么好 它们通常要10年 就一榜是10年 对 它的东西没有那么好 所以我觉得可能是 资产比较高的投资人 可能可以做这样的选择 那简单是说 我觉得其实 现在这个阶段 分散真的非常重要 刚刚分散的方向也提供给大家了 这里面没有谈到现金 分散 现金我们大概只有放5个percent 我们只有放5百分点 好 所以这边几个配置的这一个原则点 好我们就最保守的现金5个percent 其次保守的还不是这些投资等级很高的 反而是强调是收益稍微高一点的 好投资等级低一点 但是收益好一点的 这一部分的债券 然后最后其实在股票的部分的那个部分 其实还是算是偏积极的 只是你要慎选地区 的确是 我觉得其实同样大盘可能不好 但是我觉得其实个别产业和个别股票 或许有不同的表现 好的 我们非常谢谢瑞银投资资讯部执行副总裁 曾庆瑞 反正一个月来一次 真的要到处编不经的时候 就要好好教教大家了 是的